那各位大家好 我这边是就介绍台达机器视觉2D工业相机DMV系列 我这边的主题会有电子行业的应用 产品的介绍 DMV-C工业相机的产品优势 那我们在就是 刚刚我们的那个上一场的讲师人民 他那边有一直不断的强调 就是他介绍我们六面前高速检查设备的 他中间有一直在说明说 我们的成像的品质这件事情 那视觉在成像的时候 其中一个蛮重要的关键 除了刚刚人民有一直提到的那个光源以外 在最重要就是相机 那我们台达本身呢 就是因为大家现在在AOI的设备上面需求 所以我们自己也开发了自己的那个 机器视觉2D工业相机 DMV-C系列就如同中间这一台 那我们当然就是这个相机就会帮客户在各个应用上面去做不同的成像 那达到一些就是特征 让你后续软体都可以好处理 那其实应用行业非常的多 那刚刚人民也有提到说六面检设备 那六面检设备的特色是什么 就刚刚人民讲师有提到 每秒取向张数非常的快 最高可以到那个每分钟是一万两千张 那每秒是两百张 那又多相机 那你在多相机又高速的情况下 我这么多颗相机 我同步取向的稳定性 这也是相机本身的一个特色 所以我们台达的DMV-C相机 在多支相机跟高速取向的时候的一个稳定性 这也是我们在这个相机上面所琢磨的一个特点 那我们相机本身刚刚有提到 就是每秒两百张的话 我们甚至在40万画素的情况下 我们的每秒张数可以到两百九十张 或者是我们可以通过RI 就是把我们的检测画面缩小了以后 那我们检测画面缩小 相对的我们的解析度变低 那我们的每秒张数就可以提升 甚至每秒张数提升到500张 1000张都是有机会的 就依据客户不同的那个检测视野范围来去决定 那我们就可以调整我们的那个每秒张数 那单张的取向甚至可以到1mini second以下 就是稳定取向不会产生残影 那在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这么多颗相机高速的取向的情况下 我们会非常重要 就是要求它的不能掉张 避免掉张 因为你掉张的话就有可能会有误判 那我们台达相机本身也有暂存记忆体 可以让你在如果IPC有瞬间loading 比较高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保持之前的那个影像 不掉张的就是在一个暂存位置 然后让你可以再去把它捞出来去做处理 那其实刚刚也谢谢就是人民讲师在讲这个图的时候 其实我们台大DMV的相机啊 我们在色彩的一个编译跟锐利度的部分 我们有特别的去把它就是做一些强化 那我们当然就是会希望它可以更贴近自然色等等之类的 那我们在色彩的成像的时候 只要相对的它的呃成像的RGB的色接越清楚 那我们在后端后台的软体就是会越好辨识 就如同这个画面就那个电阻的射码 那射码的部分的话 有可能因为我们成像的一个贴近啊 导致我无法有效的去分辨它是黑色或棕色 那如果在我们台大DMV的HC的相机成像 之下我们就可以去有棕色跟黑色这边的区分 这样子就有效的区分 更好让我们的视觉软体去做判断 那我们的那个就是DMV-C相机的部分啊 我们把它做了一个很小轻巧化 那我们本身因为它又是走网路界面 GIGI界面 所以它本身支援POE 就是我们网路线本身可供电 那可以减少配欠 那这个好处是如同我们现在左边这张图 就是我们的相机如果搭配在手臂上面的应用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安装在手臂的前端 那因为我们的尺寸小型化 然后重量也就是蛮轻的 那我们就可以减少手臂在使用上的一个配重 那我们就可以让手臂在就是选型的时候 不用选到特别的大支或者是有其他的限制 那如同这张照片我们甚至小知道 我们在手臂上面可以装两支CCD 装两支相机 那这两支相机的部分的话 就可以依据你的应用来去决定说 我是一个大范围的应用 还是一个小范围的一个检测 那都可以去做配置 那当然我们台达的相机也可以搭配我们台达视觉的软体做一键标定 镜头变形量的校正等等这些的应用 那其实相机的部分 因为我们现在手臂手眼协调 手眼协调 手眼整合 那我们现在手臂跟眼睛 就是我们的工业相机的一个配置 也是现在业界在应用上的一个主流 那这样子的主流情况下 我们的相机就刚刚有说小型化 很好放在那个手臂上面 不管是Scarra或者是Roboto的前端 那我们台达本身也有我们的视觉软体 那视觉软体它本身可以做一个 跟手臂 他牌的手臂去做 甚至我们台达自己的品牌的手臂去做一个软体校正 那我们的校正的方式 像传统的话 就是用人工标定 然后自己去配位置 然后让手臂去记位置 跟相机去做整合 那现在我们因为配置我们台达自己的那个 DIVision就是我们的VGR的手臂引导的软件 就是软体 那我们可以就是做一键标定 自动的一键标定 那这些这个好处就是说 我们可以缩短手臂跟视觉系统的一个设定时间 减少人员的介入 那可以提升我们在标定的一个精度 那这些也是我们在台达的就是相机以外 我们自己本身还有含的一个视觉软体 也如刚刚想的 因为我们的相机在配置软体 也会配置镜头 那镜头因为本身也有变形量 那变形量的部分的话 会导致我们在手臂在取料的时候 边缘的料件 有可能会因为镜头的变形而产生误判 或者是NG 就是我们可能找不到它 那我们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影像 可以经由软体的校正 把镜头的变形量给校正回来 那就是可以让它稳定成像 那我们的精度也可以提高 那也可以有效的取放料 做这样子的一个应用 那刚刚介绍这么多 我们在台达的工艺相机 本身它在可见光的成像下 我们其实在不同的应用 如同这个涂胶的检测应用 我们在UV或者是NIR的 近红外线的一些波段 我们也可以做有效的成像 那如同这个左面这张图 那我们现在是要做一个 那个PCB板上面的一个涂胶的一个检测 那通常我们的胶都是透明的 那透明的情况下 你要怎么去看到这个涂胶的一个状况 那其实业界蛮常在用的一个方式 就是我们可以打UV光 那UV光在一些胶体上 会有一些层层荧光的反光 那会有一个就是一个成像 那我们因为台达本身相机可以在UV的成像 就是UV光的打光下 我们还可以有效的成像 那也可以强化这个特征 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这张图上 就是这个页面上 我们可以知道说 现在左边这边是一个环境光的成像 那我们无法确定 哪边有涂胶 哪边没有涂胶 所以大家会觉得 那就看不到 那我们视觉当然也检测不出来 可是中间这张图 我们如果利用紫外光 就是我们做UV光 去激发蓝色的荧光 所以胶体本身打UV光之后 它会被激发出来 所以它会有就是一定的反光 那我就可以知道说 原来我在中间左上角这一区 是有是有涂胶的 那我就可以知道说 我涂胶的状况 可是你可能在涂胶过程当中 你又要对这些被动元件 或者这些IC要出一些 看它有无或者是一些特征上的一个应用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们甚至可以配置那个绿光 绿光片可以绿掉可见光 或者是绿掉一些不必要的环境光 那我们就只要让蓝光 或者是UV光给透过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呈现像是右边这样 更锐利的影像 我们不只是知道我们的胶的布胶的位置 甚至我们在胶的本身这些的一个IC的位置的一个有无的检查 我们也可以因为这样子的方式去除了一些光斑 然后有更有效的一个辨识 那让我们的视觉软体可以更轻松的去做一些判断 当然我们的工业相机它的应用也有其他的一个应用 就是如同现在这个影像 我们现在左边啊 我们就是产品要做一个加工 那一个加工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产品会有一个禽角 那我们有一个禽角的情况下 我在加工的时候会不会有高低差的问题 那我这个高低差要怎么去克服 其实因为刚好我们台达也有本身也有雷射位移器 那就是LD系列的雷射位移器 那我们就如同这张图 就是中间这个影片 我播放给大家看 就如同这片这个影片 我现在视觉在拍摄的时候 就我现在是拍摄到这个PCB板上面的相对的SY位置 那我们还有Z轴的位置 用雷射位移器去做一个配置 所以我们确定拍完之后 我们就会有这个探针的 这4亿探针的位置去 我们一个的那个要加工的位置 然后要加工的高度 那我们都可以去做有效的一个判断 那其实又有点类似 就是我用2D的相机搭配一个深度 一个位移器的一个高度的一个呈现 就是一个判断 那我们就可以实现3D的一个应用 然后克服客户的产品的一个倾斜的问题 那刚刚讲这么多 其实就一直有讲到那个我们相机的一些应用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告诉大家说 台达相机啊 它在本身就是我们本身有支援了 40万画素到2000万画素 不同的解析度的需求 那客户可以依据不同的行业别来去决定说 自己需要的解析度是要40万画素 200万画素 500万画素 或者是1200万 2000万画素 台达这边都有对应 那刚刚也有提到 我们的那个线 就是可以走POE 所以配线蛮容易 蛮简单轻巧的 就是一条线 它就可以传输 又可以供电 那台达因为我们台达本身是全球化嘛 所以我们有全球的市场 所以我们像是一些CE KC RAWS UL UL我们现在在申请中 那当然一定也是会有 这些认证都有 这样子 那相机的部分 本身相机的一些 不管是摆平衡啊 伽玛值啊 GAM值 这些基本的这些功能 我们也都有 就是只要是工业相机 你会用得到的一些架构需求 我们本身都SDK都会有 那当然我们本身也有IO出发 跟兼容就是 因为我们是GIGI界面的相机 所以我们兼容GIGI Vision的 这个架构平台 所以大家可以很轻易的 就可以去使用上它这样子 那当然我们的相机本身 有份Rolling Shutter 跟Global Shutter 那这两个就是大家是静态拍摄 或者是动态拍摄 都可以依据客户的需求 来去做一个选择 那台大的部分 因为我们相机本身在 就是要成像的时候 客户会就是 大家会需要有一个SDK 就是一个UI界面 来去做一个相机的 不管是一些参数的设置 或者是一些设定 那台大本身提供了一个 非常很棒的一个UI界面 那它这个UI界面本身就是一个简洁设计 然后友善使用 就是很多讯息就是直接在外面 就可以秀出来给大家去做一个 很直觉的去使用 那方便快速设定相机的参数 那我们产品的优势的话 其实我们台大DMV HC相机全系列相机 不管是CLCC或CX系列 我们全系列都是用Sony Sensor 那其实Sony Sensor 毕竟它本身在现在 还是属于是市占率第一的一个Sensor产品 所以它们本身 它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成像 都一定是感光度都相对 就是相较其他品牌的Sensor 是有一定的品质 所以我们本身就会 就是依据这样子的一个 Sony的一个Sensor的开发 我们也会未来一直follow它的脚步 然后它有一个新的产品的话 我们也会有跟上它的一个 新世代的一个相机 那提供大家在未来 可以更好的一个服务跟需求 那通信协力的部分的话 刚刚又讲到一些高速的一些应用 那因为GIGI界面 毕竟它本身的频宽是 相对是适中的 那当然未来 就是我们也会朝2.5G 更高速 更频宽 更好 更大频宽的架构 去提供给客户需求 因为原因是 未来不管是更高速的应用 或更高解析度 我们也都会follow这样子一个脚步 去做一个对应 那台达本身在IO 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是 我们这颗虽然很小 可是我们本身不只是一印一澳 我们本身有两澳 就是让你多一个output 有些人会觉得说 多一个output有差吗 就是如果假设多这个output 说不定就可以让你在PC那边 去省下一个IO卡 因为你不只是可以output 告诉人家说这是NG 或者是可以去同时去做另外一个通知 或者是一个上位的一个交握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也是我们台达这边的一个产品的还不错的一个优势 那以上是我这边就是介绍我们台达工业相机的部分 是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一边 就是我们台达工业相机的部分 是什么地方 我们在这边的一边 我们在这边的一边 是什么地方 我们在这边的一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